咱们最后调试一下 最后咱们调试一下这个环境 看得见屏幕听得到说话的 咱们敲锅一 好OKOK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学习新矿价 学会工资能涨价 今天只是开个头 原理结构要搞透 今天刘同学也来了 听好听好 刚刚开始定场诗刚刚讲完 今天咱们学习一个爬虫这块 最主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框架 scrappy 如果咱们要做爬虫程序员的话 scrappy框架基本上是必须的 基本上是必须的 只要是吃爬虫这碗饭的话 面试公司的话要求基本上都会有这个scrappy框架 所以呢 今天 而且今天的内容 今天内容呢 咱们是要讲一下scrappy的原理 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在面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问到 所以虽然是原理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找爬虫程序员的工作的话呢 今天的课程还是比较重要的 废话不多说 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还是四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课程的回顾 尤其是咱们过了一个五一啊 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今天呢 回顾的时间呢也稍微长一些 尤其是咱们上一节课 最后的那个 拓解百度翻译的那个步骤 还是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 咱们大伙的 再带着大家呢过一遍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scrappy框架的原理介绍 介绍和它的原理 算是一个重点内容 这块呢算是一个重点内容 这块讲完之后 有两个小练习 两个小练习 一个呢是小事牛刀 让大家呢 了解一下 scrappy框架怎么用 最后一个的练习呢 稍微复杂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用scrappy框架呢 爬取一下 比去格 这个呢 咱们这个网站呢 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 行啊 老格党也到了 不错 挺好 不错 好 进入今天的内容 首先呢 咱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重点内容 上一节课呢 咱们 slamry呢 已经结尾了 结束了 slamry呢 其实 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框架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吧 就是在爬取静态网站的时候 不再需要核对原代码了 这个呢 是slamry这个框架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它呢 是直接控制浏览器的 所以浏览器能看到的 slamry呢 都能看到 所以在用slamry 写这个 xpass的时候 完完全全 咱们就可以通过 那个网页的插件 网页插件 能够便利到的 用slamry框架里边 就完全可以便利到 不用担心 它的原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这个呢 是slamry框架里边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吧 另外呢 上一节课 它收尾嘛 收尾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些边边角角 slamry边边角角的一些内容 像无界面的模式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需要能配置一个配置对象 创建一个配置对象 然后呢 在这个配置对象里边 添加一个命令就行 添加一个参数 一定是简简 简简 Headle 这个呢 它就没有页面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GPU这个呢 加上也行 就是不让slamry用GPU的操作 这一般来讲不用 不想上课 确实啊 你们还好 北京这基本玩不了 天天做核酸 哎呀 每天都要做核酸 烦死了 然后这个呢 是 然后它创建了这个参数以后 在这个创建驱动对象的时候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就行了 这个呢 就是创建无界面的模式 slamry创建无界面模式的一种方式 还有呢 就是slamry的一些代理 怎么用代理 操作方法呢 其实跟无界面操作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创建一个实力化的配置对象 然后呢 传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代理的参数 传进去就行 按照这个格式传进去 然后在创建实力化 那个驱动对象的时候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就行了 这个呢 就是slamry 使用无界面 和使用代理的一些方法 另外呢 它的一些键盘操作 这些呢 就是它的一些 可以这个 比如说输入一个空格啊 输入A啊 Ctrl加A啊 Ctrl加C啊 Ctrl加V啊 这个用的不多 咱们就当一个了解吧 有些时候呢 可能还需要输入一个空格 或者是 拷贝一个东西 这个呢 是键盘的一些操作 而鼠标的操作呢 一些这个滚纹啊什么的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个铸饼 铸饼这块呢 还是相对来讲呢 更常用一些 切换紫页面的 还有iframe iframe在一些特定的页面结构下 用这个switch tool frame把iframe的这个标销对象传进去就行了 这个呢 是它的一些一些边边角角的知识点 前两个呢 其实用处不大 后两个呢 用的地方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 接下来就是slamry的一个user engine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其实呢 操作呢都是一样的 都是创建一个呃 配置对象 然后呢 用-user-engine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呢 就是替换user engine 这个其实它发现没有 slamry所有的一些 呃 user engine 呀 headers 啊 ip 啊 代理啊 什么的 都是通过这个 呃 实力化的一个配置对象来进行传参 然后呢 把这实力化对象呢 传给这个driver对象就行了 这个呢 就是slamry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接下来这个 这块呢 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百度翻译的一个破解的步骤 首先啊 我们这这块呢 还是把这个咱们 百度翻译 可能是这个吧 不是 那就是这个 那就这个 我给大家百度翻译 这个呢 就是咱们对照着 对照着 实力来做一下 首先呢 用百度翻译的F12 F12要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 比如说大象 大象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 呃 UIL 看一眼是哪个 这个不像 这个吧 那对这个 他的消息呢 是在动态添加的 所以呢 是 是在动态 这个 XHR 这个标签页 能够 接 那个抓取到 他的请求包 响应包 然后这个呢 才是他的一个 访问的URL地址 注意啊 它是POSE的请求 这块要注意 这是POSE的请求 另外 然后我们 接下来呢 就是要分析 分析这次 这个POSE的请求里边的 变量 别看了这个前面呢 应该是中一汉 汉一英 汉一英 然后大象呢 是我们输出的 然后这几个内容 你看这Single 这肯定是 呃 生成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Token 看着乱七八糟的代码 很有可能也是 呃 生成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 呃 在这百度这块 首先我们先 先要找到他的 呃 请求的 呃 链接 然后找到 请求链接以后 分析表单里边的数据 哪些数据 是有可能加密的 找到了 怀疑的对象以后 那就搜索关键字 呃 搜索这个关键字 在这块 标签页的 左上角这块 然后 把这个搜索 关键字填进去之后 点击一下 这个搜索按钮 点击一下 一般来讲 这会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 咱们可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 再刷新它 就有了 有了以后 那就找呗 一般来讲 它都是在一个GS文件里边 点双击一下 双击这个文件 或者你随便点击这块 双击一下之后 它就会在这块出现 然后 格式化代码 格式化代码以后 这样看着舒坦一些 然后呢 我们再搜索这个single 第几个来着我忘了 慢慢找吧 这个就很像 发现了这个是在第几个 没注意啊 发现这块代码 这块代码 很像我们请求头里面的代码 这个数据结构非常的像 数据结构非常像 这还在跑呢 发现非常的像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找对文件 当我们确定找对文件以后 需要什么 需要再跟踪程序 跟踪程序就必须要找到这个文件的原文件 这个原文件怎么找 就鼠标移到这以后 它会有这么 他们就会弹出这么一个框来 这个框就是这个文件的真实的地址 翻译减号什么 这个cdn 表 cdn什么什么 static translation pkg 是这儿 知道它的文件路径了以后 到原文件里边 按照它的路径 咱们找一下翻译 static translation pkg 这个就是它的原文件 到了原文件之后 同样还是要给它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一下之后找到 还是要搜索 我这块直接就已经定位到了 所以这块就不用了 还是要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搜索到的 然后打上断点 打上断点以后 我们再刷线下页面 我们再刷线下页面 平用断点 这是平用 这是有的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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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多试几回 多试几回 来上了以后 单步跟踪 单步跟踪 知道 还传过来的是 意呢 是你好的意思 咱们书的内容 书的内容 书的内容 然后这块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single 是相当于什么 传给了一个i这个函数 然后把你好传给了这个i 而这个i 当我们鼠标移到这个 这个i这个函数名上的时候 它会弹出来这么一个框 它会弹出这么一个框 这么一个框 这块的内容 这个就是这个i 所对应的 它的那个函数 我们到时候 鼠标移到这点一下它 就能跳到这个函数题里边 所以到这 鼠标移到这 弹出这个框以后 手 鼠标移到这 你看它就于选中状态 一点 就点到了这个函数题 到这个函数题以后 我们发现啊 这个这个r其实呢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e 传过来的 然后 再一点点的看 这块还能更多吗 这块还能更多吗 这块都挡着断点呢 没过来啊 您好 快过来 这直接跳过去了 哦 这块可能是它有一个 那个 不让不让进的 再来一遍 刚才这个按钮啊 刚才按钮是那个 透明色 透明色 它可能进不去 下来啊 诶 还是跳过去了 诶 诶 双方式的跟踪 确实是有些时候 再玩 然后这块 进到这儿了 进到这儿了 进来了 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不行 咱们就用这个进入 进入函数这块 能进来 进来以后 咱们再一步一步来 你r是你好 然后 o是空 这看 这块呢 其实就看的不是很明白 这块看的不是很明白 我们 把这个t传过来 t等于2 经过一系列的运算 这块一系列的运算 然后 这是i l等于取这三个数 取这三个数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l等于gtk的字符串 l是等于gtk的字符串 然后这块呢 i 和 windows windows对象 把gtk这个字符串 传给这个windows对象 然后再负给 这个u 这块u 能够得出 这么一串 东西 很神奇 不知道 不知道这块是怎么做的 尤其是到后面 越看越乱 越看越晕 没关系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 它的一个 我们找到了这个函数体 这个函数体 它就是能够生成 最终的这个 它的一个加密的一个算法 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其实呢就是当我们 无法了解 看不懂加密算法的时候 看不懂加密算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整个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我们 这一个 叫 gs的文件里面 直接拷贝 这块呢 我们后边也又调整了几回 注意啊 这个调整是为什么调整 一开始 我们只考了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它原来的是什么样 我们这是什么 拷贝过来了 拷贝过来以后 然后 直接调用它 要想调用它的话呢 是其实呢是需要一个插件 EXE CGS 这个插件 引用装安装这个插件以后 直接打开 GS文件 它呢就能够 变成一个GS对象 然后这个GS对象 它就可以 调用这GS对象里面的这个函数 像你说这个E 是吧 然后把大象传过来 它就能够生成 但是我们发现 把大象传过来之后 它会报一个错 它会报那个 什么什么 缺少对象 当我们知道缺少对象的时候 缺少对象怎么办 再回过头来 看 这个函数 它跟前两个函数 它跟另外这两个函数 都套在一个函数体里面 所以 这两个函数 和它是平级的 把这两函数 烤过来 原来在哪就在哪 直接烤过来 当然这个有没有缩进 无所谓 GS的话 它这个缩进 它不要求什么缩进 它是用大括号 来扩 这个函数的那个什么 最好的 还是 把这个缩进 一块 用成一块 当这块 弄好了以后 再运行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了 而后来 我们又改了一个这个东西 GTK 我们为什么又把这个GTK改了呢 这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据页面我们发现 发现了这个 它生成的 L生成的字符串 就是GTK 然后呢 它通过 传给这个Windows对象 把GTK传给这个Windows对象 而这个Windows对象 其实呢 就是页面的对象 这块 这块其实就是页面的对象 这块 走一下 页面对象 看这个页面 狗GTK GTK 这个其实就是 它的内容 所以我们知道 它最终的 其实传 就是传给了 就是 从这个页面里边 找到Windows 这个GTK对象 取这么一个长量的值 这是一个长量的值 但是呢 也不好说 它却 它是不是每台机器 都是这么一个长量的值 所以 我们在真正写百度翻译的时候 给它 单独的 这个 写 求了一个GTK的方法 都是这个GTK 都是这个GTK函数里边 找到这个 Token的URL 这个Token的URL 其实呢就是它的 这个Token的URL 是它的 是它的 是它的这个 这个圆 这个浏览器的 百度翻译的 它的一个首页面 是百度翻译的首页面 首页面里边 查看出来圆代码里边 有这个 GTK 还有这个Token的值 而这个Token的值是哪来的 咱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遍 Token Token呢就是 Windows对象的 Command对象下边的Token 有这么一个长串 那 同样 需要在这个里边找 Token Token 看这里边 这个 这个就很像 但是呢 它没有负值 所以我们再找 发现在这 Windows对象里边的 Command对象里边的Token 取这个值 这个时候我们 整理完以后 就会发现 在我们整个的 这也能进来 刚才老进不来 嗯 OK 这里边我们发现 就这两个值 而且这Token呢 还经常不变 所以呢 我们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Token呢 它是从 手页面里边的 原代码里边找到 而这个手页面 里边这个 变量 它有可能会 根据浏览器啊 或者是根据他们的系统 有可能会更新 所以呢 安全起见的 咱们每一次 请求的时候 都从他的手页面里边 把最新的这个数据呢 给提取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 提取Token的时候 那需要把那Token 取出来 Token取出来 稍待讲呢 把这个 GTK 也都取出来 这块 只能用正则表达式 因为 他的 代码呢 都是在GS里边 只能用正则表达式 把 Token和GTK取出来了 而GTK都取出来了 我们能把GTK 动态的取出来 所以 在这个 这个编译的时候 在这个 GS 代码生成 SING的时候 他要的 就是一个GTK的值嘛 我们在外边 在通过Python 能把GTK取出来了 所以这块 这个函数 GS这个函数 里面就加了一个GTK的参数 把这个GTK的参数呢 直接付给用 因为原代码的意思呢 其实也是从Windows里边 把GTK的值 付给用 而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 整体的逻辑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 添加这么一个参数 添加好这个参数以后 其实 剩下的内容呢 到 到还没什么了 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个 创建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值 原来呢 他默认呢 只有一个 把GTK传进去 而现在呢 我们又 又做了一个修改 来把GTK传进去 拼接 内容 这个呢 就是 我们上一节课 整个的一个 百度破解的一个步骤 我笔记里边也有 这个主要是 CIF12 找到 他的请求的 URL 然后呢 分析他的变量参数 然后在右键搜索里边 Single 然后找到 格式化以后呢 搜索生成的代码 分析这个代码函数的逻辑 然后把 他生成的这个加密函数 加密的GS代码 拷贝到 我们本地的一个GS文件里边 然后通过exe CGS调用这个文件 就行了 然后另外呢 还要有一个变量 另外加一个 一个Token的 GTK的变量 以及Token的取值 这块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他的一个 百度翻译的一个 重要 重点的一个步骤 我的笔记里边也都记了 而这个GS 他的安装 安装 install 没有3 没有3 这是 咱们如果只装了一个 Python环境 咱们直接PIP就行了 调用 其实呢 就使用就是 VisOpen 打开就行了 VisOpen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 GS对象 然后直接把这GS对象传过来 他就是 他就能生成这颗 GS的对象 然后通过.eval al 就可以执行 这个呢就是 我们上节课的一个重点内容 他可以把字符串 变成一个函数来执行 eval OK 回去呢 有时间 咱们按照这个步骤 自己再过一遍 再过一遍 好 接下来呢 咱们进入到今天的重点 ScribeP框架 我们要了解ScribeP框架的定义 安装 以及ScribeP框架的五大组件 以及他的工作流程 这个面试这块呢 时不时会问 所以这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首先呢 我们先看他的定义 定义 一步处理框架 可匹配和扩展 那个 可匹配和可扩展程度非常高 Python中使用最广泛的爬虫框架 这就是ScribeP框架的定义 这个一步处理框架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他 可以 大家一想那一步处理那不就是多线程吗 对吧 他确实是支持多线程的 但是 当我们没有打开多线程的情况下 前提下 他也依然可以做到一步处理 这个里边的 他默认的一步处理 很类似于Python的斜程 斜程的这种 那个开发方式 他呢是相当于是什么 虽然我们在ScribeP里边 用他默认的好像是单线程的一个 爬虫程序 但是呢 只要是我们的请求比较多 请求比较多的话 他呢也会根据 这个请求准备的时长 比如说我一个请求 第一个请求呢 那个页面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然后第二个请求 在第一个请求还没结束的时候 第二个请求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能够爬取了 他会先爬取第二个页面的数据 这个呢就是ScribeP框架的一个 一步处理的一个方式 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死 死的一个单线程 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一个一步处理的框架 可以提高我们的单线程的爬虫效率 当你有很多个请求的时候 某一个请求慢一些 没关系 他会等一下协调 其他的那个准备好了的请求 他会先进行那个处理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 一步框架的一个方式 而安装呢 Windows安装的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就是 PIP install 那个ScribeP就行了 直接PIP install ScribeP就行了 当然了 有些同学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错误 报错 有些同学可能会出现 这么一个类似 反正就是 Microsoft Studio 这么一个C++什么什么错误 这个其实是因为咱们的系统里边 少了这么一个插件 少了这么一个插件 一般来讲 装过游戏的电脑 这个插件都有 如果你报了这个错证明什么 证明你是个好学生 电脑里面没没什么没装过什么游戏 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话 那那只能是在网上搜一下 搜一下这个Microsoft Studio C++的这个插件 装一下就行 这个呢就是 只要那个电脑里面装过一些 游戏啊之类的 这个插件都会有 这个插件都没有的话 需要自己下一下 如果这个插件有了的话 安装是非常方便的 直接PIP Install ScribeP就行吧 这是它的安装 接下来 咱们就要讲它的一个原理了 在讲原理之前 咱们要先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 request和request 这种请求的一个模式 先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 无论是那个request 还是request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URL对列 首先呢 一个是 或者是至少你有一个URL地址 对吧 把这个URL地址 传给这个 请求模块 词布嘛 确定URL地址 然后呢 有请求模块 把URL地址发给请求模块 有请求模块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得到响应以后 然后呢 就解析 解析响应的内容 而解析响应内容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数据 如果是解析出数据来 它就保存 如果又解析出URL 新的URL的话 再回到第一步 再回到第一步 进入到URL对列 然后呢 把这URL地址发给请求模块 那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然后再解析 以此往复 这么一个步骤 咱们好像从第一节课 就跟大家讲过 爬虫程序的四大步骤 其实就这四个步骤 而我们的Scribe框架 跟这个四个步骤 其实呢 是息息相关的 稍微变了一些形 所以为什么要回顾一下呢 我这块还特地装了一个 这叫什么 流程图 流程图 咱们演变一下 演化一下 它的一个变种化情况 我先把咱们之前学的 这个URL这个URL这个叫URL对列吧 对列 你先把这是我们之前的内容 复制 四个部分 一URL对列 二 我们的发起请求 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然后第三就是解析响应 解析响应 解析响应 第四个保存 保存数据 都是从上往下走 然后 如果有了新的 新URL 有的新 有新URL再回过来 这么一个 循环往复的一个方式 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 之前request request request 都是这么一个方式 而squareP呢 现在 我们给它变一下 首先啊 我要把这个发起请求 这个模块 我往这边挪一下 这算不算等价变换 对吧 这应该算吧 等价变换 我把这个 剑头挪到 挪过来 然后把这个剑头挪过去 这个剑头挪过来 把中间这个挪过来 这样是不是跟刚才是一样呢 是吧 发起请求 得到享用 然后有数据 有新URL 传过来 这么一个循环 然后我再把 数据这块 我挪到这边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再 还可以再写的严谨一点 数据 数据 要想提高效率的话 会 我们经常会什么 数据 列表 我们把数据 得到一个列表 用列表的形式 传过来 然后保存是不是效率更高 对吧 所以呢我们 然后呢再通过 数据列表 传给 保存数据这个模块 依然还是我们刚才的 我们之前学的逻辑吧 没有问题 而这个响应解析这块也是 这块其实 我们还可以再写的细一点 还有两部分 对吧 一部分呢就是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 另外一部分呢 是提取URL URL 两种可能吧 OK 现在这个图 我们在对照上 跟这个图 其实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呢 比这个图呢 画的更细致了一些 对吧 还是 之前的那种 还是之前 还是之前的逻辑 只不过 发生了一点点 位置上发生了变化 但是还是那个逻辑 对吧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Scribe Scribe Scribe框架的五大元素 Scribe框架有五大元素 一个呢是引擎 是整个框架的核心 还有一个调度器 是维护 请求对列 请求对列 是不是很像 请求对列 是不是URL对列 URL对列不就是请求对列吗 对吧 调度器 是维护请求对列的 然后还有下载器 它那是获取响应对象 获取响应对象 是不是这个 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发起请求得到响应 这是下载器 对应的 获取响应对象的 然后爬虫文件 是数据解析提取 第四个爬虫文件 数据解析提取 数据解析提取 是不是 就跟我们这第三步是一样的 解析嘛 解析提取 提取数据或者是提取URL 跟它的爬虫文件 跟它的爬虫文件 是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管道 数据入库处理 数据入库处理 那不就是数据的保存吗 哎 我们发现没有 除了第一个 这个数据引擎以外 剩下那四个 好像跟我们这四个步骤 都有对应关系吧 调度器是处理URL请求的 然后下载器是处理响应对象的 爬虫文件是解析文件的 然后管道是入库的 那不就是保存吗 也就是说 五大核心组件 后四个跟我们之前学的 这四个步骤是一一对应的 而第一个引擎是整个 那可以看到啊 引擎是什么 是整个框架的核心 既然是核心 那肯定得放在中间吧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图做一个 变化 再把这个图做一个变化 让核心吧 咱们弄的大一点 核心呢就它了 中间 中间呢我们就叫引擎 引擎 引擎 这个就是它的核心 引擎是它的核心 然后 那既然是 它的核心 那所有的这些内容 就不再是它们两两相连了 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 都通过核心来 通过核心来把它们 连接起来 而这个时候呢 还有两个小内容 一个概念 不是它五大核心里面的 但是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叫中间键 中间键 有两个 有两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整个的一个框架 ScribeP的框架 ScribeP的框架 既然它是新的 它是核心 所以对列 不再直接跟 发起请 这个对列 我写一下吧 这个对列对应着什么 对应着就是调度器 调度器 对列对应着调度器 而第二个呢 它对应着下载器 下载器 它对应的是下载器 而第三步响应的就是 爬虫文件 爬虫文件 第四个管道 就是这个 管道 这是五大核心 五大组件 既然是核心 所以它们不是两两相连了 它是通过 这个 都是通过引擎相连 引擎之间怎么连啊 咱们还 咱们可以从这个爬虫程序开始 爬虫程序是什么 发起请得到响应是吧 首先 这个 从哪开始说呢 从上面说的 从上面 这个是调度器 调度器 它首先它有URL以后 它会通过调度器 传给引擎 这个引擎 嗯 我把这个线 调度器把URL传给引擎 传给引擎以后 通过引擎它就要发起请求得到响应嘛 所以这块引擎 引擎 再传给中间键 由中间键 再 传给 下载器 下载器 这是有了请求的时候 以后 把这个文字再说 这个 这块是 相当于是request对象 req u e s e q u e s t request 对象 请求对象 请求对象 嗯 这块都是 这块也是请求对象 这块也是请求对象 发起请求 发给这个 下载器 然后下载器呢 会得到响应 发给中间键 然后中间键 再传给引擎 很容易 可能不是这个啥 这个啥 发给引擎 这块的 都是withbounce的一项 req u e s 哎哟 哎哟 req u e s req u e s 而驾 绝不呢 然后再通过引擎 传到下边这个中间键 同样也是蓝色的 然后再通过下边这个中间键 传给爬虫程序 同样这些都是response对象 也就是说 爬虫程序会接收response对象 然后它就解析 解析它有两种 一种是数据 一种是URL 如果是有URL的话 它要想到URL队列的话 不是直接到了 是要通过中间键 通过中间键 这个黄色有点太浅 然后 再到引擎 然后最后通过引擎 传给调度器 也就是说传到URL队列里面 同样这块的内容呢 都是request的对象 发起请求嘛 都是request的对象 request的对象 request的对象 发给请求 有了它发到这个调度器 发到调度器以后 再通过调度器 再发给引擎 再有引擎 到中间键 再到这个下载器 然后下载器 回来通过引擎 再到这个 爬虫程文件 这么一个循环 它是 这么着过来 过去 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再回来 这么一个顺序 当 如果是数据的话 如果是数据的话 数据是不通过中间键 这些都是细节啊 数据是不通过中间键的 所以这个图大家呢 一定要记住 它会直接到引擎 然后呢 从引擎 再发给数据对列 用引擎 发给数据对列 再由数据对列 发给广告 这么一个 OK 这个就是SquipeP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工作原理 工作的流程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切一下 这个图呢 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图 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 抠图太麻烦 我只是大体上翻译了一下 但是如果只看这个图的话呢 怕说不大清楚啊 所以咱们自己画一下 它是怎么来的 是通过什么 是通过原来这个四个步骤 演变过来的 是通过这个图 是通过这个图 演变成这样 对应的关系 一二三四 对应着原来的一二三四步 然后中间呢 多了一个核心 然后他们的整个的一个 路线的走法 这么一个走法 这个呢 就是ScribeP的一个工作的原理和流程 两个图 大家看哪个 哪个更好理解 就看哪个 哪个更好理解 就看哪个 OK 接下来呢 就是工作流程 这个工作流程呢 刚才我们通过画图 通过画图 给大家过了一遍 接下来呢 咱们再用文字 再过一遍 首先呢 是有引擎 向 扎虫程序 索要第一个 扎取的URL地址 然后交给调读器 进入队列 这个呢 其实它相当于是什么 它并不是 我们刚才是从这开始 这个顺序呢 其实是 也可以这么写 就是通过引擎 先到排充程序里边 要一个URL地址 你这里边必须得有一个URL地址 在这个里边有一个URL地址 通过引擎 要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把URL地址 发给这个调读器 然后调读器再过来 从调读器再传给引擎 有引擎再过来 咱们再看一下 然后调读器处理请求 后出队列 等于是通过引擎 从爬中文件里边 要了一个URL地址 放入到调读器的对列里边 然后呢 调读器呢 得到请求以后呢 再对请求进行出对列 出对列以后 通过下载中间键 然后传给下载器 这个下载中间键 其实它并不是 直接到下载中间键 它是通过引擎的 这块呢 是通过引擎 因为太复杂了 这块大体上 就写了这么几个步骤 然后调读器 出队列 通过引擎 到下载中间键 然后到下载器 然后下载器 得到响应对象之后 通过中间键 再到爬重文件 这个所谓的 爬重文件 中间键 中间还是要通过引擎的 这些呢 都是在引擎的控制 控制之下 到了爬重文件 然后 爬重文件呢 进行数据的提取 整个数据 如果是数据 就到管道 然后如果是需要 进一步处理的URL的话 再提交给调读器 依此循环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整个的流程 这是它的一个 整个的流程 对照着 对照着我们这个图 对照着我们这个图 所谓的 它到管道 并不是直接到管道 都是要通过引擎 都是要通过引擎 到管道 然后通过引擎 把URL地址传给对列 然后对列到下载器 也是通过引擎 倒重电键到下载器 这么一个循环 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这个是在网上下的一个图 从它过来 然后这么过去 这么下来 这么回来 这个所谓 这么这么着 其实都是通过引擎 来做的 一定要理解它的一个工作流程 然后接下来 就是创建文件 我们工作流程 知道了以后 主要的 其实刚才说的工作流程 主要是用户面试 面试 时不时的就会问 这个流程是 下载器 调读器 爬虫文件和管道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的一个 这个描述是情况 描述的情况是什么 我记得我笔记里边写的更清楚 那对的 我在这 这是文字的描述 然后 其流程可以描述为 下面的 爬虫文件发起 那个中 发起一个URL的 那个构造成 快色对象 然后呢 到中间键 到引擎 到调读器 然后 通过调读器 得到request的对象 然后到引擎 到下载中间键 到下载器 然后下载器 发起请求 然后得到 response响应 然后再到下载中间键 然后引擎 爬虫文件 爬虫 爬虫中间键 然后爬虫文件 然后爬虫 提取URL地址 然后 组装成request的对象 通过爬虫中间键 到引擎 到调读器 等等 重复第二步 这么一个循环 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 对 这块 看着挺复杂 我们其实可以扩一下 看着挺复杂 但是 我扩号扩起来的 这一部分 我可以把这个颜色 扩号扩起来 这一部分 都是自动 扩号扩起来的 这部分 都是自动的 所以 我们面对的 好像其实就是一个爬虫文件 我们面对的 好像就是一个爬虫文件 里边有一个URL地址 然后 它就自动的通过引擎 引擎 自动的从这个里边 提取URL地址 到这儿 然后 发起请求 得到小朋友 然后 自动的就回到 这个爬虫文件 所以 上面这一部分 看着很复杂 但是呢 都是自动 都是自动 我这个图 我再剪一张 这个图 这块 上面都是自动 所以我们面对的 好像都就是一个爬虫文件 首先 要想创建ScribeP框架 它需要先创建 爬虫项目 它是按项目来的 需要输入这个ScribeP空格 这有空格 ScribeP空格 Start Project空格项目名 这是第一行命令 输入这个命令以后 它就能够创建整个的一个项目的目录 该有的一些中间件 一些很多的管道文件 配置文件等等 它这一个命令 就都包括了 然后 然后呢 还要创建什么 爬虫文件 这也很关键 对吧 我们主要干活的地方 解析数据 都是要爬虫文件 创建爬虫文件 需要 那个Scrappy 空格 GenSpider 然后爬虫名 然后空格 育名 这个育名呢 尽量 最好呢 是按正确的写 也可以瞎写 但是呢 咱们最好别瞎写 最好别瞎写 因为它会 这个命令 就是生成爬虫文件的命令 它就能生成爬虫文件 而这个育名呢 它是整个框架嘛 它会有一些 默认的一些设置啊 和那些配置 所以这个育名 尽可能的咱们别瞎写 直接从网上拷贝一下就行了 你访问哪个网站 比如说 就百度吧 百度翻译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育名 这就是它的运营 真的 这个其实 所以呢 这个运营也没有什么 太难的东西 直接拷贝一下就行了 然后 执行这两个命令以后 它的一个项目就算创建完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运行爬虫 这个它是一个项目 它并不是 我们在爬虫文件里边 Ctrl Shape F10 它就真运行了 那不是 它是能运行那个文件 但是呢 因为它是整个项目相互关联的 单独运行一个爬虫文件 这个项目是跑不起来的 会报错 所以呢 会需要什么 单独直接 这个单独写运行 它的这个爬虫文件 它是通过 Scribe P Crow 空格 它中间都有空格 Scribe P 空格 Crow 空格 爬虫名 它就用这个爬虫名 它就能够运行这个爬虫文件 这个呢 空格 Star Project 空格 项目名 比如说项目名是百度 那个命令 你输完 这个整个的目录就能建起来 但是呢 没有这个爬虫文件 除了爬虫文件以外 剩下的目录就都有了 这是最外层的目录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跟外边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里边生成 它会自动生成这么几个文件 和一个文件夹 这些都是文件 一个呢 是定义数据结构的 这个呢 就是中间键 我们刚才那图里看到了 有两个中间键 是吧 一个是下载中间键 一个是爬虫中间键 这两个中间键 都在这一个中间键文件里面 然后这个管道 是用来处理文件 处理数据的 这个保存啊 打印啊 什么的 都是在这里面 Citing 这个就是全局的一个配置文件 当我们输入了 那个第二个命令 就是Scrappy 真Spider 然后爬虫名 然后加域名 它就会生成这个爬虫文件 这爬虫名一般来讲啊 都是跟项目名相像 然后变成小写 一般来讲 当然你用写成其他的行不行 也行 不是不行啊 不过大部分都是这么写 把那个命令输入完之后 这个 整个的一个项目 但是需要注意啊 我们看到了 创建一个项目目录以后 它是有几层目录的 它是有两层目录的 所以当我们想运行这个 Scrappy 真Spider的时候 是需要进入这个项目目录以后 再输入 否则的话 它的这个 爬虫文件 就不在这个 Spider的文件夹里边了 这块呢是需要注意的 这是它的目录结构 接下来就是全局配置文件 这个呢是我们目前来讲 最常用的几个 看着呢其实 大部分也能熟悉一下 U3Gent 这个很熟悉对吧 也可以也就是说呢 可以在配置文件里边 写死一个U3Gent 然后这个呢就是Rubus协议 Rubus协议 默认的是处 我们一般来讲呢 给它改成False 不过现在呢 不改有时候也行 所以这个呢 知道一下 能改就改了呗 是吧 然后最大并发 那很显然呢 它就是一个 做多线程的时候用的 然后下载延迟时间 这单位都是秒啊 单位都是秒 然后请求头 在这里边 它有一个专门设置请求头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呢 也可以写U3Gent 有两个地方都可以写U3Gen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管道文件 我们想要让管道文件生效的话 必须呢 在配置文件里边把这个内容加上 这个呢就是详细的一个配置内容 大家也不用担心 哎呦这么多命令 我忘了记不住怎么办 没关系啊 它都有都写好了 它我们只需要把 只不过都注释上了 大部分呢 它都默认情况下都是注释 都已经给注释掉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用的时候呢 直接把这注释打开就行 这个其实大家不用觉得 哇天要记那么多命令 这个不需要记那么多命令 我们只要知道那一块是干什么的 目前来讲 我们要知道这六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捋一下 创建爬虫项目的步骤 首先 要新建一个项目 这八个步骤啊 然后 Scrippy 空格 Start Project 项目名 第一个命令嘛 重要的命令 然后咱们CD 进入到这个 刚才创建的这个项目名的文件夹里面 进入到以后 再输入 Scrippy 空格 GenSpider 然后文件名 爬虫文件名 跟域名 这样的话呢 这个项目才是一个 才能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目录结构 按照刚才那个顺序输入 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目录结构 否则的话呢 他那个目录结构呢 是不标准的 然后要明确 明确目标 其实就是爬取的内容 以及格式 是在这个Items 文件里面 而写爬虫文程序 是在这个爬虫文件里面 而管道就在这 全局配置项 然后 这些都写完之后 运行 直接是Scrippy Crow 爬虫文件就行 当然了 我们这个命令 是可以在黑窗口下运行 也可以是吗 咱们PyCharm运行的话呢 咱们可以创建一个运行的文件 咱们可以创建一个运行文件 一般来讲呢 就跟他的配置文件 不切了 一般来讲是跟他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咱们不要动 一般的也不需要改 所以知道一下就行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 跟着配置文件 在这个最外层这块 建一个运行文件 建一个运行文件 然后在这个运行文件里边 输入这个命令就行 输入这么一个命令 其实这个命令就是 这个命令 它是可以把自无创 按照程序运行的 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想运行 在PyCharm里运行的话 运行我们的Scrippy项目的话 一般来讲呢 会配一个 会加一个运行文件 然后直接运行这个文件 说了这么多 咱们小事牛刀一把 目标呢 就是打开百度首页 把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抓取下来 从终端输出 咱们再看一下百度 百度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其实呢就是在它的原码的title里面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title title里面应该是http hide下边的一个title 这么一个路径 这么一个路径 我这块你就写了 这个hide的title 然后把它的文件 这就是xpass 然后实现步骤 慢慢来 咱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创建一下 dai的第16 scrappy scrappy 然后 要想在这块运行的话 其实我们的 picharm里边有这么一个terminal terminal 这块呢 其实它默认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录 默认是我们项目的目录 所以在这个里边跟我们的黑窗口呢 效果是一样的 这块跟我们黑窗口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什么cd cd cd 然后进入到我们dai16 进入到这个文件夹 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我们创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项目 s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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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start project project 百度 百度 目录 慢一点 可以看到 它就会自动的创建了这么一个目录 这一个命令把这整个目录完了 但是呢它没有我们的爬充文件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创建爬充文件 要想我们node标准需要什么cd 进入到我们的百度项目录 进入到我们这一集目录下边 然后再执行scrappy s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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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janspader janspader 百度 然后域名 这个爬充文件就建好了 只要进入到这个根目录下 进入到这个目录下 运行 它就会在这个spader这个文件夹里边创建这个百度 可以看到它会自动生成 名字 这个名字 其实呢就是我们要运行的那个名字 就是我们要运行的名字 然后 域名 和url 它都会根据我们创建的时候 写的这一个的 它会默认生成 response 这个就是解析嘛 pause 可以看到 它会直接得到response 它会直接得到response 至于这个response怎么来的 不需要考虑 上边全是自动 上边全都是自动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什么处理response就行了 罚起请求得到想要的那些都不需要了 都是自动的 我们只需要什么在这有一个url地址就行 在这有一个url地址 引擎会自动从这取 然后放到 然后提取过来 然后提取过来 绕的密圈再回来 ok 这块做完之后 其实 那我得到response的话 我们就直接result result等于response 它是字不串对吧 我们xpass xpass 我们的html的headad的 我们的title的testtxt 然后得到它的值get一下 这个是取字符创 tepath取字符创 当然了还可以这么写 还可以这么写 这个 这是最常用的 还可以这么写 它是一个列表吗 对吧 我们之前也这么写 是吧 经常也是这么写 这个也行 这么写也行 当然还有一种 就不是特别常用的了 这个我这个 它的这个 ex ex extric extric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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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行 这三个都行 这三个都行 咱们可以试一下 我记得这个呢 一般是3.5以前的 这是一般好像是3.5以前的 就是3.5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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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rint print 先乘上50 然后print 这个result 50 OK 一个一个试呗 先看它行不行对吧 那这块 那这块 settings 改成false 然后咱们创建一个启动程序 启动文件 比如说百度吧 百度 run run 这块 这块from s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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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comlan 然后comlan.execute 执行一个字幕串 执行字幕串 就是scrappy probe 的 Gegere 百度 drspeed 这么着他就能执行了 咱们可以试一下 到这 执行这个文件 执行这个文件 你给看 这就是百度 一下你就知道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 这个是可以用 35以前能用 这个也能用 咱们再 我再来一下这个 游网囊要回到这个文件来运行 这个是得到了一个整个的 这个是得到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元素 它是把整个的一个元素得到 得到这个元素还需要再进行一个选择 所以还是这个GAT最省事 GAT最省事 所以我一想一个想就是GAT 直接能把这个数据给提取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小式牛刀 小式牛刀 先尝试一下 体会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我们这里边只用到了一个 爬虫文件对吧 只在爬 只用到了一个爬虫文件 爬虫文件 然后这个配置文件呢 我们什么都没有改 就改了这么一个 剩下的都是在它的默认的 剩下都是它的默认内容 然后一个运行文件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内容 看一看 小式牛刀 这是它的一个 创造成了一个 厂闹 步骤 步骤创建 百度项目和爬虫文件 百度 然后编写 百度.py 在这里边呢 提取一个数据 然后全局的配置文件 我们改件那个 Uboos协议 然后创建一个运行文件 跟它是同一目的 然后启动它 这个呢就是咱们小式牛刀 接下来呢 笔去格的案例 我们要通过 这个 Scrapy框架呢 来完成一个笔去格的一个 爬虫 这块 当然不光是一个笔去格的文件 那个网站 我们还有一个 一步一步来 咱们还是 从简单到 容易一点一点来啊 我们目标 这还是破解百的翻译 这明明没改吧 我们目标呢其实就是一个 张杰明和张杰的UR 把这两项内容 咱们能够爬起出来 就OK 步骤 创建项目和爬虫文件 然后定义要爬取的数据结构 是要在Items里面 这个文件里面写 然后编写爬虫文件 走着呗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 这个Terminal里边 这块CD 空格 点点 是 退出上一集 又回到了我们 这集目录 回到我们这集目录 然后呢 在这集目录里边 我们创建笔去格的项目 s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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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start pro project project 我们的笔去格 搜入了以后 cd cd 然后笔 笔去格 进入以后 然后scrappy scrappy scrappy 真spader spader 我们的笔去格 搜一下 笔去 笔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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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也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这回要真正的爬东西了对吧 所以这块 我们要明确爬什么 其实这块 都有例子 name 然后scrappy 点 fand out 也就是说呢 不需要写什么类型 它的类型就是 scrappy 点 fand out 这个类型就行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name名字 张杰铭 scrappy 点 固定写法 然后呢 再写一个url 等于 scrappy 点 fand out OK 这就行了 这个 要想下什么内容 在这里定义 定义以后 要在爬虫文件里边引用 这一块 大家需要注意啊 他是 这个爬虫文件 跟我们的这个items文件 不在一个同一目录下 所以我们 这块呢是需要 先 跳出当前目录 所以是 才能找到items 这个文件 然后 这个里边我们的 笔区格对象 他默认他会见那么一个 类 所以我们直接引用他就行 接下来 其实 我们要 爬取 小说嘛 是吧 爬取小说 咱们就 随便爬一个吧 爬一个 逗拉大陆 就他了 这个 其实是我们 想要的起始的url 然后我们把这里边的 内容都爬取一下 还没出完 等着看看 还没出完 OK 这个呢就是 他的一个 起始的url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列表里边放这么一个url 然后引擎就可以取 就从他这取过来 然后发现 就得到响应 什么的 我们剩下的一系列 我们都不需要考虑 我们只需要考虑他 response 就得到了对象 得到对象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print print 这个 这个 response 打不打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 咱们是 这个叫创建 创建 创建加载 对象 item 等于 笔区格item 创建这个加载对象 然后呢 在基础 基础 呃 的 xpath xpath 他这个目录还是结构还是挺简单的 就是地地嘛 是吧 也就是说他的基础呢 就是 呃 这个列表里边 直接可以这样 复制 对吧 引子 证明什么地地吗 地地是那个 整个的 这一下是不是把所有的都有了 只不过呢 这个比较恶心 前面还有9个 前面这9个呢 是后边的张级 所以我们 待会呢要处理一下 把这个 呃 前9个不要 从第10个开始 是吧 从第10个 地地开始 才是 呃 从引子开始吧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础的 xpath 基础的xpath dd吧 dd的list得到列表 我们的response 点.xpath xpath 得到一个基础的 它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便利 便利 这个for吧 for就叫dd吧 in 我们的dd列表 只不过呢 我们从第10个开始 到最后 到最后 然后item 等于 name 这块需要注意啊 它的名字 一定要跟这个 文件里边的这个 名字是一样的 必须是一样的才行 等于dd.xpath drxpath的点 A标签里边的test A标签的test test 然后我们get一个 然后把空格ip items的 一定要跟它名字一样 等于dd.xpath dra标签的 属性 href .get drstrip 这块需要注意的 我们 爬充文件 只负责解析 解析完了以后 试数据怎么办 试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 就要甩给 引擎 然后有引擎 甩给管道 那怎么甩呢 利用了什么 生成器 要 item 写一下 利用 生成器 生成器 利用生成器 把 item 放到管道中 管道文件中 不知道生成器是什么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属于 python的一个高级语法 这个就是生成器 大家可以理解是 理解为 甩锅的意思 就是甩锅 通过它就可以直接把它 甩给管道 程序 我们再到管道 管道这个里边 是不是有个item 这块呢 我们怎么证明是不是甩过来了呢 print一下 print一下 item name item 然后item 是url url 这个呢 就是 这个管道 管道文件完了之后 别忘了 我们的settings settings这块 刚才我们 走这个百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没有 它是不是有很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其实是日志 这个日志 很麻烦 咱们可以 添加一个命令 就是 添加 这个 日志 日志 权限 权限 这个是 咱们 直接用大写 log log level level 等于 我们的 warning warning 就是 只有 出现 warning 以上的 它才输出 别 什么都打 这个 false fals 还有一个 特别关键的 刚才我们 百度的时候 是不是 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这个管道文件 而现在用到了管道文件 要想让这个管道文件在 呃 这个项目当中生效 必须把管道文件 到注释打开 刚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注释 最开始不是说了吗 有六点吗 六点 内容 是需要 啊 可以 经常用到的 而这些呢 其实都是被注释注释掉的 比如说 U3 是吧 这是U3 证堂 啊 像这个 这是下载的 这是默认的 Headers 这是爬虫中 那个中间 下载中间 这是异常的 items item poplens 这个呢就是管道 它这个就是管道里边 默认的那个类 默认的这个类 打开它以后 这个管道这块才能生效 这块待会儿才能会被 运行到 所以这块呢 要特别注意 目前这块都完事了之后呢 咱们就直接创建一个 运行文件 笔区格 run from skype impl impl comlan comlan.execute 然后 scrappy scrappy c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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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名字叫什么 去区格吧 去区格 drspeed 固定写法就是这么写 咱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走着 全都答应出来了吧 咱们看看 第1个是不是引子 我们是从第10个开始的 凉了没有引子 没有引子 那就证明什么 第10个应该是第9个嘛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10应该是9 从0开始的嘛 所以这块应该是9 这就没问题了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 咱们再走一下 这就有引子了嘛 OK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 利用 scrappy框架 爬取 笔区格的 笔区格 例子啊 咱们把笔记整理一下 这个回呢 这个内容呢就相对来讲呢 比较多一些 笔区格 笔区格 然后 这块还都写了 都写了 item一个一个来呗 item文件的 这里边呢 这回呢就是 比较散 代码比较散 爬重文件的 爬重文件的 管道 这回呢 这回呢我们用到了管道文件 这回也看到了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对吧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配置文件里边 添加了一个日志权限 这个 日志权限 还叫什么 这个 这个杆 我就把改的 考的到这个笔记里边 还有 打开了 这回一定要打开啊 不打开的话 爬重文件是运行不了的 这个 管道文件是运行不了的 OK 最后那个RUN方法 RUN函数 OK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例子 这块千万别忘了 我这块再写一下注释了 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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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中 中的 这个 key 的名字 一定要 一定要跟 items 点 p1 中 中的 命名 一致 是 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很多同学 这块报错 然后莫名其妙 不知道 因为什么 这个其实呢 就是因为 这个名字 一定要跟items 一定要跟items里边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这块 是必须是一一对应的 OK啊 这个呢就是 我们 爬取了一个 笔区格 接下来 咱们 再爬取一个小米应用商店 如何下载全部数据 这个全部数据 是啥意思 主要是我们这个例子 页面结构呢 有些简单 它没有分页对吧 它直接 只捅着所有的章节 全都有了 那 如果有分页的情况 这个数据 怎么取 咱们今天的这个呢 做一个简单的 小米 应用 应用 商 乘 还是 电 撑变 开始慢了 打不开 这什么面话 我去 这么慢 今天怎么这么慢 游戏中心 然后分类 这个是 咱们比较熟悉的 主要是 今天有同学问我 这个 他这个 首先这是动态加载的数据 对吧 动态加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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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啊 F12对吧 F12 然后 它这里边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这一级页面呢 它是 直接加进来的 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要想获取它这个请求包是要点击这个更多 这个才就 这个是吧 看得下 对没错 这有个配置 配置等于2的时候是第2页 配置等于2的时候是第2页 然后呢 配置等于1的时候是第1页 所以这块呢就是它的一个结构 这个真的很长 前面这个不是 前面这个不是 是在这 Game List 这是它的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是第1页的 第1页的前面 乱七八糟的东西更多 但是呢 整个它的一个 游戏内容都是在Game List里边 这它会得到一个接三串 也就是说呢我们 其实呢就是 演示一下 有分页这种情况 那我们 程序要在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怎么往这里边加数据 就是 就是了对吧 怎么通过 爬虫程序 把这个 数据 添加到这个URL里边去 然后呢剩下的事情都是自动的了吗 是吧 所以这块呢 所以这块呢我们 练一下 简单的练一下这个 小米应用商城呢 咱们 明天 多线程 明天多线程的时候 会着重奖 今天呢 只是让大家呢 熟悉一下 怎么着 能 爬多页 刚才那个笔句格 它只是 一页对吧 怎么爬多页 这块 s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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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project 小米 然后cd 小 然后scrappy 又写错了 scrappy 然后genspader spader 小米 玉米 走着 我把这些都关了 最后一个练习 小米 都有了 都有了以后 首先先写items 我们要把 要下什么内容 是吧 这块我们 就简单点来吧 我们就下一个它的名字吧 我记得是好像是在items 用的items 游戏的名字 然后它的下载地址 二级页面的url 二级页面的url在哪里呢 好像也是在这里 二级页面的好像是一个id吧 好像是得到这个id就行了 gameid 得到gameid 咱们看一下 随便点 你看 这个应该就是它的gameid 然后前面拼这个 ok 咱们就整这仨呗 就整这仨 把名字 name等于 scrapey.fell 所以这个items文件写的是非常死的 你想写什么 你想下载哪些内容变量名 其实就是定义变量名的 scrapey.fell 然后再来一个down url 那等于scrapey.fell ok 这三个 完事之后 咱们回到 咱们的这个 首页面 这个爬成功程序 爬成功程序这块要from 点点items 消灭items 这引进来以后 url首先这个我们它是动态的对吧 动态的 我们得找到它的url地址 这个 这个是url地址 首页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死就完了 第一次就让它直接 有这么一个url地址就行了 反正引擎就直接提走了 ok 接下来呢 它这个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个最大页对吧 没有一个最大页 这块 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就下节课再讲这怎么加载这个 怎么获取这个最大页 怎么获取这个最大页 一页一页的 咱们呢 这回呢咱们就直接写死一个数就完了 直接写死一个 直接写死一个 比如说item number number 等于1 一开始等于1 这就是页码吧 页码 页码 这块 这块 我们还是html 等于 response response 点 它是json 是吧 所以 直接是json 就变成 python结构了 我写一下 ty 变成python结构了 然后items item 等于 我们的小米 item对象 有了以后 for一个 列表 它是一个python结构的 app吧 app的in 我们的htmlpy的 game 什么 它是一个字典 字典套列表的 game list 它这里边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套着字典 一个字典就是一个app 一个字典是一个app 所以这个app的结构 它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item把要写的内容 name等于app的gameinfo gameinfo gameinfo里边的 我当时play是什么 name displayname ok这个是它的名字 item item的 拷贝 二级页面的 url 其实 它是前面的 一个地址 后面跟它的id 这个地址 然后加上 id gam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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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它这个是数啊 它没有引号引起来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数据数字 这个是app的gameid 但是它是数字 所以我们前面要str一下 转换成字不串 这个是 gameinfo下面的 gameinfo下面的gameid gameid取出来 来items的下载 下载 items的下载 url 那么随便就gameid gameid apk吧 是app的 gameid gameinfo info下面的 gameid 然后 直接 要的 要的items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还是老规矩打印下来 print 证明它道口 是吧 items 等于 name items 等于 tooling tooling items 等于 等于 等到 ok 这块 完事之后呢 要想做成 那个数据的话 直接 要还是先把那个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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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log 我们的 warning warning 是 输出 日誌 权限 输出日誌的权限 然后把它 改成Pulse,然后别忘了,item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实行玩网 小米 run from scripy import clump clump.executescriptvip我们的chrome小米.speed 咱们先试一下啊,走着 ok,一叶的,对吧,一叶的能够打出来 风口一声,风口一声吧,把第一叶打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想怎么让它把后边的叶双给打出来 是吧,这块是甩过去了,甩过去以后,它还能再回来 这个就是循环以后,我们可以在它后边 比如说,我们这个number number是1,是吧,self.number加等1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2了,对吧,变成2了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URL URL等于 那就是它了 URL等于它,这回到我们传参 .format把number self.number传过去 这不就拼,拼好了吗 这个时候它是2,对吧 那这个URL呢就是2 这个URL是2的话 需要什么 交给 交给 调度器 进入对列 怎么交 还是通过甩 要的 scrappy 框架的点 request request request对象 是吧,我们那图 request对象 这个里面需要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是URL地址 这个就是URL 还有一个 就是指定解析函数 你传过去以后 拿谁来解析 这块是可以重新定义的 callback 等于self. 我们还是用它默认的这个 注意啊 这个是对象 不是参数 我们捋一下这个程序啊 我们到这儿 最开始 第一页抓取完 抓取完了以后 number 加1 要的是可以甩出去 甩完了以后 它还能再回来 这个是生成器的一个特性 生成器的特性 甩过去以后 还能再甩回来 还能再回来 回来以后 它加1变成2了 重新生成第二页的URL 然后 发起请求 往调度器里甩 甩过去以后 还要告诉调度器 我回来的时候 你回来的时候 找谁 找他 还找他 还找他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还找他的时候 相当于是一个循环了 对吧 相当于是一个循环 那你这个 就没完没了了吧 这有点像地龟 是吧 有点像地龟 我们这是不是得有一个停止条件 所以在这块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 if 如果他呢 小于等于20吧 因为每调用回一回 他就会自加一次嘛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是 从第一页 从第二页开始 第二页 过来 发起请求 甩给 对裂以后 直接 还会调回他来得到Response 这么一个循环 咱们可以再回到这儿来运行一下 这就多页了吧 至于 怎么 我这个 不能写死吧 我得自动的 是吧 我怎么取自动的 取他那个整个的 咱们 之前 讲这个 小米应用商店的时候 用的方法就是试 对吧 试 直接 试他这个 页码 到底有多大 记得好像是 23就不行了吧 23 好像是从20 一直试 试30 直到他 这个返回的是 这个码的时候 证明他到头了 这样的话呢 就能试出来 他这个所对应的那个页码 这个方式呢 在Scribe里边 也能用 只不过呢 稍微麻烦一点 稍微麻烦一点 不能用他自己框架的请求 所以呢 我们明天会不会讲 应该会讲明天 明天呢 我们再 告诉大家 怎么用这个 现在我们知道 怎么下载多链接了 对吧 这是有 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下载多链接 就是这么下载就行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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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一二一二 都 jungle下载下载 下载下载下载 还有明天呢 我们还会 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内容 就是我怎么取这个它的最大值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下一节课 是Skypey的一个多线程 在多线程里边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怎么取它的所有的链接的URL 行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 我把笔记整理一下 items文件 items文件 爬虫文件 爬虫文件 管道 管道文件 还有配置文件 配置呢 其实主要就是它 配置文件和日志文件 最后一个执行文件 这个就是咱们的今天讲的内容 后边的这个有一些介绍 知识点 其实主要就是像这个日志这块 日志这块它的等级 一样 Warning是属于三级 写Warning的话就相当于三级以下所有的输出都不输出的意思 就是不报错 你就别给我输出一些内容 就是这个意思 等级 这个是对越高越严 越高越严 其他的其实items 这个里边 要想用它的话 每一个管道文件里边 这个函数是默认的 都会有这么一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呢 是必须要有items 必须要return这个items 至于为什么 咱们下节课 结合着更复杂的应用 结合着更复杂的应用 咱们再讲 这个是为什么 不写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在这个 这个咱们明天就会讲到 其他的也就没什么 这个些 关键的写法 这些关键的写法 行 那咱们今天内容就到这 咱们明天继续啊 回见了 拜拜